文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就行賄案在美國被判監三年 提出的上訴 上訴庭開庭審理 控辯雙方舉報約了十多分鐘陳詞 何志平律師團隊說 當日陪審團判何志平兩項違反海外反腐敗法罪名成立 在邏輯上是不可能同時發生 又說案中被指洗黑錢的部分 並不適用於腐敗法相關條款 認為陪審團裁決出錯 上訴庭三個法官聽取雙方理據後 未有即時作出判決 何志平被控舉露非洲多國的官員 為中國華信能源公司謀求石油康彩權等生意 去年3月被判監三年扣款40萬美元 扣減收押時間後 估計最快今年6月初獲釋